4.1 如何找到好想法 所有好想法都具备以下三个元素 能够解决为什么 早在你想出产品的功能之前 你必须先理解大家为什么会想要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驱测是什么 可参见3.2 为什么人这么喜欢听故事 怎么说才是好故事 能够解决某个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问题 一直萦绕在你脑中 就算是在你研究完了解完尝试完 并理解要做对有多难之后 你还是无法停止去想 在你下定决心执行某个想法 比如创办公司或推出新产品之前 你应该要先彻底研究过并尝试看看 运用一下延后的直觉 这个词是由聪明绝顶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 即心理学家丹尼尔康纳曼创发 形容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以及若想做出更棒的决定 你必须要先慢下来 某个想法听起来有多棒 越是萦绕在你心中 让你对其他一切视而不见 你就应该要等待越久 先做出原型 尽量搜集相关资讯 再决定要不要撂下去 如果这个想法会吞噬你人生好几年的光景 那在做决定前 你至少应该要花几个月好好研究 拟定出足够精细的商业和产品开发计划 并看看你是否人对此感到兴奋 看看这是否能够驱策你 务必记得 并非所有决定都必须这么久 多数日常的决策都可以迅速进行 也应该要如此 特别是如果你是在改版某个早已存在的东西时 此时你还是要花点时间考虑你的选项 并确保你已经透彻思考过接下来的步骤 但并不是所有想法都需要让你烦恼整个月 最棒的想法是止痛药 不是维他命 维他命对你来说很棒没错 但并不是必须的 你可以一天早上不吃维他命 也可以一个月一辈子早上都不吃维他命 而永远不会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但若是你忘了吃止痛药 你很快就会发现 止痛药能够消灭某个一直让你困扰的东西 某个你无法摆脱的日常烦躁 而最棒的痛苦 可说就是你切身体会到的那种 多数新创公司都是因此诞生 有人被日常生活中的某件事搞到非常受挫 促使他们开始深入研究 试图找出解决方法 并不是所有产品构想都需要来自日常生活 但是为什么永远都必须简单利落 而且很容易表达 你必须要能够简单 清楚 充满说服力的解释 为什么大家需要你的产品 这是了解产品应该拥有什么功能 问事时机是否正确 市场是大是小的唯一方法 一旦你拥有非常强大的为什么 你也就拥有了好想法的幼苗 但要打造事业 你不能依赖幼苗 首先你必须搞懂这个想法 到底够不够坚强 能不能支撑一间公司 你必须想出商业计划和执行计划 而且你也必须了解 这是不是某件你在接下来五到十年的人生中 想要投入的事 唯一的验证方式 就是看看这个想法能否驱策你 而驱策的过程永远都一样 首先你会因为这个想法 不过以前怎么没有人诧异 不然接着你开始仔细解释 然后哦好吧 确实有人想过 他们试过 然后失败了 或是你有可能真的碰上了某件以前 从来没人做过的事 而没人做的理由是有个疯狂 又不可能解决的障碍挡在路上 根本没办法绕过 你开始理解这件事有多困难 有太多你不了解的事了 所以你把想法放到一旁 但你没办法将这个想法赶出你的脑袋 所以你三不五时还是会研究一下 你开始画草图 写程式 写笔记 打造小型圆形 描绘这个想法 未来可能的模样 你的包包里 常常掉出餐巾上的草图 你的笔记本充满了功能 销售 行销 商业模式构想 你觉得之前尝试这个主意的人 搞不好是弄错方法了 或是先前阻碍其 他人的障碍 现在已经有新的科技可以解决 或许这个想法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此时一切对你来说 开始变得更为真实 所以你决定全心全意仔细解释 认真研究 以做出慎重的决策 你必须想清楚 你到底要不要追求这个想法 某天你发现 竟然有办法可以解决其中一个不可能的阻碍 你超兴奋 直到你看见挡在你路上的下一个巨大路障 妈的这永远不会成功的 但你仍不断研究 尝试 从专家和朋友处 得到建议 然后你发现 事实上搞不好真的有办法可以解决 大家开始问你计划的是 你什么时候要开始 我能加入吗 你接受天使投资人吗 每个障碍都变成一个机会 每个问题都驱策你去寻找新的解决方式 而每个解决方式也让你对这个想法感到越发兴奋 即便还有一百万件不知道的事 也已经不再是未知的未知了 你了解这个领域 你可以看见这个事业未来的模样 你也开始从你所有研究过 克服过的障碍中得到动力 感觉像是一切都到位了 你打从心里觉得这是正确的选择 所以你咬紧牙关 勇往直前 对我来说 这整个过程花了十年 温控器就是驱策了我这么久 顺带一提 我的例子颇为极端 如果你有个针对某个事业或新产品的想法 通常不需要等上十年才确定这值得去追求 但你应该要全心投入一个月 两个月 六个月 好好研究 打听 做出一些阳春的原型 讲述你的为什么故事 如果在这一个月 两个月 六个月内 你对这个想法只有越发兴奋 满脑子都是 那你就能更认真看待 接着至少再花几个月 最好是将近一年 方方面面检视这个想法 咨询你信任的人 想出一些商业计划和介绍 并尽可能准备 你当然不希望开了一间公司 结果却发现你当初看似很棒的想法 只是柱牙上面闪闪发亮的牙套 碰到一点点压力就会碎裂 许多新创公司都抱持细鼓的快速是Fail Fast心态 这个很夯的词指的是 比起细心规划 你想打造的事物 你不如先快速做出一个东西 之后再弄懂就好 你不断改版 直到你找到成功 这种心态会以两种方式体现 你要不是快速推出某个产品 然后用更快的速度改版 以得到某个大家想要的东西 不然就是辞掉工作 无视你的各种责任 坐下来思考创新 想法 直到你找到行得通的事业 前者通常会有用 而后者则常会失败 乱枪打鸟并不能找到好想法 所有值得投入的事 都需要花时间去了解 去准备去弄懂 你可以快转很多事 草草完成其他事 但时间不能省略 即便如此 十年还是有点太久 但那十年我漫不经心 想着温控器的大多数时间中 我都没有想要着手尝试 我那时在苹果开发第一代iPhone 领导一个巨大的团队 我在学习跟成长 工作非常忙碌 最后我还结婚生小孩 我真的很忙 不过话说回来 我同时也觉得真的很冷 彻骨的冷 每次我和老婆周五晚上下班后 开车到我们位在太浩湖的滑雪小屋 我们都必须整晚穿着滑雪外套 直到次日早晨 小屋要花一整晚才能变暖 因为我们不在的时候 会把屋内温度维持在零度左右 以便节能和省钱 而我则痛苦到不行 走进那间冻死人的房子 真的会把我逼疯 只要一想到世界上竟然没有办法可以 在我们抵达之前就让室内变暖 实在是令人无言 我花了好几十个小时和几千块美金 试图骇尽和室内类比电话连接的保全 和电脑设备 以让我能远端操控温控器 我假期的半数时间都买手在配线 电子设备丢的满地都是 我老婆翻了翻白眼 你在放假诶 但完全没有用 所以每次假期的第一晚永远都一样 我们会蜷缩在冷死人的床上 盖着冻死人的被子 看着我们呼出的气变成雾气 直到房子终于在隔天早晨变暖 接着礼拜一 我又返回苹果开发第一代iPhone 最后我终于了解 我要做的是一支完美的温控器遥控器 如果我能够直接把整个暖气 通风空调系统连到我的iPhone上 那我不管在哪都能操控 但是要让这件事成真 所需的科技 包括可靠又便宜的通讯设备 价格低廉的荧幕及处理器 都还不存在 所以我试着把这个想法抛到一旁 专注在我的工作上 不要去想 很冷 一年后我们决定在太浩湖 盖一间新的智慧住宅 白天时我在开发iPhone 下班回家后 我会仔细研究我们房子的各种规格 挑选油漆 建材 太阳能板 最后开始兑付暖气 通风 空调系统 温控器又一次萦绕在我心头 市面上所有高级温控器 都是丑到爆的米白色盒子 使用者界面也颇为古怪 让人一头雾水 厂商会眩皮 要他们的产品有触控荧幕 时钟 日历 可以显示数位图片 却没半个可以节能 也没半个可以远端操控 售价还要将近400美金 而iPhone只卖499美金 这些丑陋又跟辣子一样的温控器 怎么会卖的几乎跟苹果最尖端的科技一样贵啊 太浩湖房子的建筑师和工程师 一直听我不断抱怨这件事有多疯狂 我跟他们说 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改正这件事 记住我的话吧 然后他们就全都开始翻白眼 东尼又在抱怨了啦 一开始这只是挫折的企划而已 接着情况出现了变化 iPhone的成功造成了我先前 无法获得的精密零件价格下降 一夕之间高品质的连接器 荧幕 处理器 开始大量生产 价格低廉 而且可以配合其他科技重新改造 我的人生也改变了 我从苹果辞职 开始和家人环游世界 而在每一间旅馆房间 每一间房子 每一个国家 每一块大陆上 所有的温控器都烂爆了 我们要不是太热就是太冷 不然就是搞不懂 到底要怎么使用 全世界都有同样的问题 这个受到遗忘 又没人爱 每个人家里却都必备的产品 不仅会让大家电费暴增 还会在全球暖化的同时 浪费掉无数珍贵的能源 之后 这股动力越来越强烈 我无法甩开打造 智慧温控器的想法 一个真正的智慧温控器 能够解决我的问题 也可以节能 同时也能让我依靠之前打造过的一切 所以我回到戏谷开始工作 深入研究这项科技 接着是这个机会 这个领域 竞争对手 人才 财务 历史 如果我要赌上我的人生和家庭 承担巨大的风险 在我一无所知的领域中 投入五到十年 打造一个和我先前打造过截然不同的装置 那我就必须给自己时间学习 我必须先规划好功能 并思考销售及商业模 在这段时间中 我也和我自己 以及我真正敬重的人 玩起一个小游戏 他们们有时问说 你这一队怎么有兴趣呢 一队有兴人 然后我会告诉他们 我有个想法 可能是个好想法 向他们分享一些细节 听听他们的反应 想法 问题 我在发展我的推销叙述 一个像贾博斯会做的那样 想出产品的故事 接着随着数周的研究 和策略拟定 开始具体成型 我就不再说 这是个想法了 我开始说 我在开发某个具体的产品 虽然这么说 还不完全正确了 但我想的一个 我个人这天 真的不太想法 特别是给自己 我这是去专业的这些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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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花了大 9到12个月 打造原型和互动式模型 开发部分软体 和使用者 及专家讨论 找朋友测试 之后 麦特和我 才决定全新投入 正式开始和投资人推销 我们没有完美的数据 能确保我们会成功 再多的研究 和延后的直觉 都无法保证这点 我们大概辨识出了 40%到50% 创办这间公司可能承受的风险 加上如何降低这些风险的想法 但我们面前仍存在广阔巨大的位置 最终 即便我们非常努力了 也做了非常周详的准备 这依旧是个意见曲测型决定 可参见2.2如何做决策 数据型决策 VS意见型决策 所以我们就跟随我们的直觉 他妈真是可怕到不行 但感觉也很正确 有趣的是 延后的直觉通常并不会让事情变得比较不可怕 真要说的话 你越是了解 就会越焦虑 因为你会发现所有可能出错的方式 你会得知数百万件可能会扼杀这个想法 你的事业 你的时间的事 但知道什么东西能够杀死你 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而了解你已经躲过几发主要的子弹 也会让你更坚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和投资人推销时 并不只是提出我们的愿景而已 我们提出了为什么 讲述我们的故事 接着开始列出风险 有太多新创公司都不知道他们将会遇上什么 更糟的还可能试着隐瞒失败的风险 但若是投资人在你的计划中看见漏洞 而那些漏洞是你完全没注意到 忽略了 或者故意不提的 那他们就不可能会有足够的信心投资你 所以我们清楚列出我们的风险 开发AI要和数百个不同的古老暖气通风空调系统相容 顾客安装零售 还有最重要的那个 真的会有任何人在乎吗 世界会想要智慧温空气吗 那些有可能摧毁整间公司的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步骤 永无止境列都列不完 但是最终能说服投资人 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干嘛 而且我们真的可以完成的关键 就是把上述这些问题列出来 一一拆解 坦率谈论 最终 这些风险一个个变成鼓舞团队的呐喊 比起逃避 我们选择接受 我们不断对自己说 要是这很简单的话 那其他人早就做了 我们很创新 而我们和其他人不同之处 就是我们知道风险 我们有能力解决风险 我们会成就 其他人认为不可能的事 这便是最终值得创办这间公司的原因 当然 这并不代表 你在进行人生中的所有微小决定前 都要无止境地等待和研究 如果你不是从零开始 假如你是在改版 那一切就都会加速 我花了整整十年 才决定要打造我的第一个温空气 而决定要打造第二代 很可能只花了一个礼拜 事实上 早在我们甚至都还没完成第一代之前 我们就已经知道第二代应该要长怎样了 我们已经证明了市场潜力 以及这项科技 我们现在只需要进一步细致的雕琢就行了 我们当然一定会开发第二代温空气 因为我们 我们已经完成困难的部分了 可参见 可参见3.4 你的第一场和第二场冒险 如果你是在优化 你就会有数据 限制 经验引导你 你已经知道 要达到V1需要什么 所以达到V2 不会需要那么费力 也不会那么神秘 V1永远不会跟V1一样那么可怕 V1总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恐怖 永远都是 伟大的新想法会下烂 每一个想出这些想法的人 这便是这类想法之所以伟大的其中一个迹象 如果你在读这本书 那你很可能充满好奇心 也相当积极 而这代表 你这辈子会遇到 非常非常非常多好想法 仿佛好想法无所不在一样 但是了解这类想法是不是真的很棒 是不是真的有意义 有革命性 有重要性 值得你花时间的唯一方法 便是你是否对它已经了解到 足以看见潜藏的巨大风险 严重跟铁 达尼浩一样大 就潜伏在水面下方不远处 又冰冷又湛蓝的麻烦狗屎 这时你很可能会先把这个想法丢到一旁 找到其他机会 其他工作 其他旅程 直到你发觉 不管你做什么 你就是无法不去想这个想法 而这便是你停止逃避 开始渐渐克服风险 直到你拥有足够的信心 认为这些风险值得承担之时 如果上述情况没有发生 就代表这不是个好想法 只是个消遣而已 继续向前 直到你找到一个 不会放过你的想法吧 Sharony Yi 如果你仍在苦苦挣扎 无法决定要不要去追求某个想法 我在朝下个十亿进化 Podcast中 谈了更多相关话题 邀请大家OH